一张平凡无奇的纸 到了纸雕艺术家洪新富的手里 可以切割折出各式各样的形状 包括万物的不同体态 无论是大家熟悉的十二生肖 或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 都是红新富创作的灵感来源 透过切割与折叠 他不只把纸张变立体 而且不用粘贴 而是用卡接的方式做 其中很多还会动 让纸雕作品更生动 更具有童玩趣味 这是历届灯会的主题灯笼 这只凤凰的翅膀能随风摆动 戴在头上 在黑夜中显得酷炫耀眼 而能够点头称式的狗狗 让小朋友提生效灯笼更加好玩 红新富的作品大如台湾黑熊 小如一只蚊子 这只蚊子在他的细心雕琢下 放在手背上栩栩如生 让人真的很想打 四岁就会折纸盒的红新富 从小展现折纸的才华 数不清的作品 让小小的纸艺工作室 显得更加狭小 但是他对玩纸的企图心很大 因为纸张它是平面 那我们是把平面 去模拟立体的效果 所以在做过程中 折线跟压缩 它常常会是构成立体 很重要的要件 它本身前后次是有交叠 是有交错的 所以我再这样一弄 它的脚就到底下了 多了一个层次 为什么不要用粘贴的 是因为粘贴本身 常会对材质造成 化学性的变化跟伤害 那用物理性的话 它本身是比较永久的 不会因为温室的变化而解构 红新富的旨意 除了完全不用粘贴之外 它特别强调要先用心观察生态 作品才能够生动感人 像它手上这支蓝宇特有的 珠光凤蝶 就是它实地到蓝宇观察而来 直接的观察会增加感动 跟一些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这种是蛮重要的 当然也是一个出去游玩的借口 那你这个纸雕作品 其实你觉得最困难的 你是不在雕这方面吗 是因为雕的话到后来都可以用工具去取代 而是你的想法和你为何去做它 像自己常常出国去展览 去介绍台湾的时候 常在思考我用什么去介绍台湾 我必须去设法去介绍一些台湾无可取代的东西 如果是经济 经济的强权大家换来换去 可是生态的东西它是属地的 所以当有这样一层认知的时候 我就开始很积极地以台湾的 特有生物作为创作的一个对象 洪新富选了一条寂寞的纸雕路 多年耐心推动纸艺教学和创意商品的表现 不但被文件会专书推荐为 从传统出发的文化创意产业楷模 更获得十大杰出青年的肯定 早已开创个人与台湾的旨意传奇 但是接下来它的纸雕世界 还有源源不绝的创意